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又是没什么新闻的一天 所以选了两个话题和大家讲 不过这些话题其实那个事情就不大 但是就可以摊开去讲 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启德的简约公屋 大家要知道其实你要建房子之前 你就一定要建一些临时办公室 因为地盘不是只有地盘工人去做的 其实也会有文职、安排物料、安排运输 其实也是需要去密室一个地方 去兴建这个办公室 要弄好配套才可以落实去建房子 其实这段时间就在谎这个办公室的选址问题 这次政府很罕有撤回了一个 原本定立了的一个地点 其实撤回这件事情 大家明白了 19年后听到撤回这些很容易的嘛 这次就真的听到政府说撤回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也有很多的启德居民 骂爆就说 搞错啊 你选一个启德的黄金路段 去建个地盘办公室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值得去跟大家看一看的 第二个话题就比较生活化的 有内地的旅客在尖沙咀那里买原花家 接着又是遇到药房那些 根变两呀 两变筋呀 那些就逼她去买东西 那之后呢 这一名的内地女子 在香港就没有报警 在内地之后呢 就分享自己的遭遇啦 接着呢 就遇到假的海关联络自己 甚至乎呢 那个假的海关呢 就在微信那里 不断哄人来香港啊 那我自己呢 又有小小的新的心得呢 可以分享给大家 怎样呢 可以没那么容易呢 被人骗到啊 那这些呢 都是之前影片没有提过的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政府就开展了首批简约供屋的工程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 在24号就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 简约供屋的承建商 早前就打算在启德车站广场附近的 1F3用地 去建立这个临时办公室 但是呢 因为当地居民反对 希望可以检视安排 那所以啦 建筑署当日呢 就立即和承办商开会 那最后呢 又真是决定不用这块地 去做临时办公室 并且呢 已经是撤回了这块土地的临时申请用途的 那之前呢 即是启德说要搞简约供屋的时候呢 很多启德的居民闹到爆啦 跟着 还要是说想着 去搞疫情之后 第一个的游行去反对这件事 不过最后是搞不成的 那现在呢 不是说不起简约供屋 只不过是说 办公室不用那块地去建的 很有可能就是说 都是找启德其他的地去建 不过呢 不是那些那么黄金啊 那么近地铁站的用地 因为始终呢你要建简约供屋 那其实你也是要去建办公室的啦 那还有呢 现在呢都没有说听到简约供屋 有任何撤回的消息啊 那今次呢 政府呢 都可以说是听取民意的啦 毕竟就是说 一块那么近地铁站啊 跟着周围隔离呢 又是那些办公社 字楼很漂亮的用地的话呢 你无端端走去建个地盘办公室呢 那对于周围的楼价呢 肯定是很大影响的 那还有啦 本身呢 知道你要兴建简约供屋呢 对于启德的楼价来说呢 当然是一个负面消息啦 那原来 哇 还要整多个办公室在旁边的话呢 那就付上加付啊 那还有啦 2月28号呢 就财政预算案啦 那如果真是撤走辣椒的 哇 个个都可以收放自如的话 你想一下启德的盘会不会被人疯狂抛售 对不对 那这间启德站呢 都算是好啦 都算是有个地铁站 虽然呢 不能复盖了整个启德 但是呢 都建多了个ASI 叫做有个高级的商场 那不过啦 你始终呢 你知道要建简约供屋 就已经会跌了一跌啦 跟着啦 到真是去建简约供屋的时候呢 你到时呢 不要说启德受到影响啦 连我司股者都会受到影响啦 因为呢 就算你建楼 你不是建三十层的那些 你只是建简约供屋也好 我不知道他需要不需要打桩 但是呢 你一旦建楼 一定是尘埃飞扬的 到时黄大仙 落库钻石山 一定中招的 所以呢 到时等他真的建的时候呢 那段时间 我家肯定又要整天吸塵和拖地 因为你不要说启德简约供屋 这个可能相对离我远一点啦 那我那个影响就没那么大 但是之前建启转院的时候呢 哇 这样就真是惨啦 真是说有了经验啦 一来呢 很多噪音啦 二来就是说啦 真的家里多了很多层的 那大家就想想啦 去到真是尘埃飞扬的时候 启德附近那些住户的那些 那些私楼居民呢 第一啦 就是他们自己是看着 尘埃飞扬啦 楼价又跌啦 跟着清洁又做多了啦 甚至乎是说啦 我有衣服 都不够胆拿出来浪的时候呢 你就想想到其时 整个启德的楼盘那些价钱 在几年之后会变成什么啦 是不是 那还有啦 不讲远的讲近的 你只是如果真是 好像立法会那些 那个小动作 真是撤走辣椒的话呢 3月1号启德的盘会变成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人买启德楼是说 我看中的未来 启德会成为第二个中环 属于九龙区的中环 但是那时候 轻轨大家可能对他有希望啦 跟着呢 又会对启德会觉得 将来会建很多那些大楼啊 还没知道原来建简约公屋的嘛 所以到其时 启德可能会成为一个 我都想象不到交流会变成什么地方啦 所以这次政府去进行一个小让步 去将那个简约公屋的办公室 建设一个 没那么多人不开心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等于叫做 给一粒糖你吃下那样啦 当然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事啦 难道真的说 每次都要跟启德的人 对着钢才是好吗 那你不可以这样的嘛 是不是 那究竟呢 未来启德是不是百分百起简约公屋呢 首先呢 你现在说的 兴建的办公室 其实也是板上丁丁的啦 但是 有个可能性的 就是我不说那些什么 银石撞地球的那些无聊东西啦 如果呢 例如说 过了财政预算案之后啦 当局特别是 何永延他房屋局啊 那些的嘛 那真是 捉那些滥用公屋的人 捉得很厉害的 甚至乎就是说那些什么豪华车啊 那些人呢 隐藏的那些人呢 全部捉了他 这样呢 那再加上内地查册啊 市民举报的话呢 真是这样捉了的话呢 很有可能啦 算了 不要这样说 不要说很有可能啦 会不会有机会是导致到呢 公屋轮后那条队呢 没有人去排 那所以就不需要建简约公屋啦 因为简约公屋的原意是说呢 现在你公屋排的那条队很长的嘛 那对于一些真正在住近务房 劣质劣房的小家庭来说 他们受不了了 那么所以呢 就可以申请在简约公屋那里住 一路住一路等地 那其实最终的问题就是 在说都是说 一条队长的呢 那如果最后能够 够够够那条队的话呢 那但不會關城了 問題已經解決了 那不是不說要強行做 有沒有這種機會呢? 可以評估一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當局連累風行被捉返的公屋 不管你那種都好 你亂拋垃圾不斷被扣回來 然後掃走也好 章狼房子被掃走 你還有很多名車 內地有樓被掃走 甚麼都好 還有還有一件事 会不会是在临后的队里面 有些人看到原来真的会捉住 那我再排这队也没意思 因为知道自己就是准备滥用的人 到时单位又空了一堆 然后队里有些人知道不妥了 已经自怨气队的时候 在这种双重夹击的情况下 会不会导致情况更加变好呢 还有你可以想象到 香港未来的楼价会变成什么 会不会是变成了一个更加多人能够负担得到 所以有些人都不压制自己的人工了 我决定努力做事 因为发现如果我一个人打一份工的话 那我就排老公屋 但如果我努力打两份工的话 我有机会买到楼啊 又会不会再令到更加少人去排那条队呢 这些都可以去考虑去想一想的 好了 不说简约公屋的话题了 因为这个话题都是没什么人喜欢看的 好了 接着就去到第二个比较生活点的问题了 怎样不要那么容易被人骗了 试完 有一个女事主接受星岛的申诉王 访问 表示自己农历新年的时候 就过来香港旅行期间 在2月14号 就在尖沙咀的加拿分道一间药房消费 当时店员就跟他说每斤花枪就980元一斤 事后就跟他说原来是每两就980元 但是由于花枪就已经打碎了 所以就必须付钱 双方经过争论之后 店员就声称了 可以打个折给你吧 叫他给6700元去买花枪 连接其他药品的费用 由于这个小姐急于即日回到深圳 所以就用支付宝给了钱 当时就没有报警 他就表示自己回到深圳之后 曾经就把自己这一段被骗的内容 就放在一些群组里面去分享 分享完之后 他就几天之后就收到一个 3759-3205的来电 这个电话真的是海关的官方号码 对方就自称是海关调查科的人 要求事主去加他们的微信号 叫做调查科的微信号 双方成为好友之后 女事主就说出自己受骗的经历 和传一些证据 对方声称就说 我们就可以帮你向法庭申请赔偿令 但大前提是 花架和这些单据需要交给我们 结果结果结果后就会还给你 接着这个所谓的正义超人 不断说很多的详情细节 接着又跟他说 因为有很多举报人嫌麻烦 人怕浪费时间又不愿意把这些详物交给我们 所以就搞到这些店铺仍然可以继续骗人 接着这个微信号就不断游说这个女事主 不如这样 你下来香港就自己再住一个晚上 两天一夜跟你下口供 最后这个女生就对于相关的微信 就起了怀疑 接着就不知她为什么 总之她就找了星岛的记者去查证 记者跟进这件事 然后就向香港海关查询 香港海关发声明提醒市民提高警觉 留意网上出现了假的海关微信公众号 小心被骗 当女事主知道海关微信号是假之后 就向记者表示害怕 担心如果这个账号真的哄到自己来香港的话 到底自己会不会连人身安全都有危险呢 最后当她知道人家是假的时候 当然就不会来香港 接着星岛就写了 女事主就万分感激我们星岛的新素王 好了 慢慢去解释回整件事了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 那个三字头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呢 其实在内地 又不要说只是针对内地了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电脑工具 是可以去改内电显示的 别人就很喜欢去改一些 真是官方的内电显示 当你看到你上网查发言 真是官方号码的时候 那你就会进一步放下了自己的戒心 也会更加觉得人家是官方去联络自己的 但只是这里都已经有一样东西了 平时政府事件 他们哪会有这么上心的 对不对 你就这样上网说几句就有专人联络你 如果你是上网喜人底 如果你是上网犯了重罪的话 就真的可能有人这样联络你 如果你犯的是国安法的话 那当然不排除有专人过来找你 对不对 但正常来说 你要去投诉人 你不主动去交表的话 怎会无端端有人这样去服侍你 对不对 还有为什么这个人会成为骗徒的目标呢 因为他将自己的情况 我不知道他是想围炉取暖 或者叫提醒网民 总之他放在一个过百人的群组里面 他说了 其他人 特别是这些人会觉得 咦 你有6800元被人骗 不如我扮帮你追讨 骗到你6800元吧 对不对 因为对于某些内地省份的人来说 其实几千元已经是他一个月的人工了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不介意 就是说落重本落重时间 跟着专人服务去骗你 对不对 因为随时骗了你一次的话 我两个月不用做了 对不对 他当然不介意用一两个礼拜时间 天天和你聊天 所以有时候的事情都要想清楚 如果你是有件事 你周围都没有跟别人说的 跟着真的有些自称政府人员的人 联络你的话 那你都可以再想一下 他们是真还是假 但如果你的事情已经通了天的时候 大把人可以慕名过来找你 例如说我这样 我的手提电话号码公开的 对不对 有时候都有一些骗子很疯狂的 走过来WhatsApp我就说 你好啊 我在哪里哪里报馆记者啊 这样这样这样 接着就问我 阿井仔 你想不想出名啊 你给点钱我可以帮你写一份线稿 就可以令你更加出名了 由于我以前也跟记者联络过 因为我也上过报纸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也知道真正的记者不会这样说话的 还有我叫他拍一拍自己的 你拍一张记者证来看看 然后他又死都不肯交了 然后一味就跟我说 快点拿钱出来啦 阿井仔 你都想早点破10万订阅的嘛 我帮你啦 故事都帮你想好了 可以的啦 总之你给钱我啦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其实就好 但凡你有些东西公开过出来的话 就总会有些骗子 是藉着这些东西自己改个故事 就哄你去拿钱出来的 所以这些呢 小心点 有时候你不要说 哎呀我被人骗啊 我是苦主来的啊 我大了的啊 现在的骗徒很轻玩意次相害啊 就是见你苦主嘛 为什么你可以有几千被人骗啊 那就再骗你几千啦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呢 大家就真的要小心点啦 还有一样东西呢 是你记住这个原则 都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到自己的啦 其实呢 但凡你和任何的香港政府部门联络啦 我不管你是否真正那些政府部门 还是那些叫做收政府钱做事的那些部门 最差最差的和你联络方法呢 是电邮而已 我不直接分享我的经历啦 总之我这么说啦 我以前特别六七年前 都和不少的政府部门交过手的 就是去向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投诉 我的个人经历就是说 从来是不会有人用WhatsApp 用微信去联络你的 最差最差的那种电子联络方式 就是用电邮联络 接着呢 再上一级小小 就是直接打电话 有东西去和你查询的那样 接着呢 就是去到直接会面的 所以你想想啦 要么是直接见面啦 要么是就讲电话啦 要么呢 最差最差都是用电邮的 还有别人用电邮跟你联络呢 第一官方电邮呢 即是电邮的来电显示 别人用什么电邮给你呢 这个其实就比较难去改的 即是不像电话来电显示 可以任改的 所以比较容易就能求真的 还有呢 凡是官方那些电子邮件呢 你会看到别人下面很多下款啊 接着有很多下面一抽二烂的那些 不知什么 即是带头骨黑这条款啊 还是不知怎样的那些的 如果你发现有人是说 官方联络你和你说话 但下面没有这些一抽二烂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假的 当然啦 有一抽二烂的那些 都不代表一定是真的 这些就需要再慢慢去看一看的 而且逢是你和那些人去电邮联络呢 你和他说话 你就可以用口语直接打到电邮那里就说 喂 我有东西要投诉啊 我遇到一件什么事啊 但别人回复你的时候 是用最正统的书面语 去回答你所有问题的 如果你看到 有人不是用书面语回答你的问题 那你基本上都已经可以知道 这些十有九都是骗子来的 就像我这样 我连终都收不少 有些人是说什么 假扮我是广告商联络者 就说我想找你卖广告 但实际上 就想我下载他的电脑病毒 接着就加入我的电脑 当然他们是用电邮联络我 但他们就很流行就是说 你呢 然后就再加我的Telegram 去跟我聊天 为什么要特意这样做呢 为什么不是特意去 去指使我去下载一个病毒呢 因为你Gmail来说 相对会有那些病毒检测 没有办法太过直接去 去传个电脑病毒给你的 好了 然后当我一看到 就是说 又要我下载一个东西 又要我和你转Telegram 去和你聊天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他是骗子 而且他居然全部是用英文和我说话的 虽然我勉强都懂少少少英文 但大家都知道 这里是香港人频道 讲广东话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你一看到 如果有些电邮是全部英文和你说的 基本上你可以不需要这么认真去看的了 总之大家要记住 无论那些人叫你 你用网络找我 你用Telegram找我 你用微信找我 这些十有九都是骗子 因为政府部门是不会这么做事的 对不对 你就想想 政府部门公务员 假设你是公务员 你会怎么做事 不做就不错 少做就少错 你怎么会好地地无故地去联络人 无论别人都没交表 他都没正式把他的投诉 就写成一个档案 那我有什么义务去跟 我无故地联络女士主 她可能说我想骚扰她 不要WhatsApp她了 除非真的跟随了程序 那我就才发个联络电邮给她 所以你这样想一想 你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说 你无论是微信也好 什么都好 你现在用微信 去给钱人很方便 就算你说WhatsApp没有支付功能 但是 你那些 例如说支付宝那些 你都可以说什么发条连结 被人按按键就可以拿到钱了 所以 为什么那些骗徒这么喜欢 去用这些即时的软件沟通呢 就是方便你 把钱给人 但是电邮的话 相对地 就没那么容易 把钱给人的 还有其实那些骗徒会用微信 都已经比较放本了 因为三大比较常用的沟通的应用程式 只有Telegram是比较宽松的 例如说 Telegram是说可以一个账号塞几十个号码 如果你懂方法的话 另外就是说 WhatsApp虽然也不需要实名认证 但是WhatsApp的官方 是有偶然去打击一些诈骗帐号的 即是会直接就是说 怀疑你这个帐号是做诈骗的话 就不会让你开帐的 至于微信是说 你开一个微信 是直接要你做实名认证 你才可以继续跟人沟通 所以那些骗子 用微信去联络人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成本都挺高的 总之大家要知道 这个世界很好现实的 你有投诉的时候 怎会有人就说 摆上花轿去接待你 永远是只有 我想花钱 人家知道在你身上有利可图的时候 才会这么好服务 通常你要去投诉一个人 反而是你自己要做到一只狗 你自己要不断无限去搜索 别人才会勉强接受你的投诉 所以这些事情是很现实的 大家用多些自私点的角度去想 就会明白了 你去投诉 你猜你是谁 如果你是很出名的人 不排除有专员联络你 但你不是的话 你也是死死地气 走回外面那条队 自己去写一份表 去递交表格 还要看看人家瘦不瘦 始终来到2024年 都猜不到还有药房 这样去玩玩 所以有时候真的没得去怪 为什么香港人那么喜欢上网买东西 为什么现在的实体店 就开始越来越难做 因为网上买东西 相对明码实价 还有 骗人不是说没有 但是如果你精明点的话 你可以避开很多 还有 上网买东西没有压力 我看对一样东西 我喜欢的 我天天收工之后拿来看 我看了整个月不买都没人吹 我亦都没人知道 但是你去到一些实体店铺子的时候 它一样东西又不标价 你看多一两分钟 你又不像买人家 又想趁你走 那样 拿着货问多一两句 人家都态度不好 对不对 还有有时候又不知道 你会不会开天杀价呢 所以 为什么有很多人 明明有很多东西 在街上买到的 我偏不下去买 我就是特意上网 一次过买了所有东西 其实本地人都会被他骗的 不过骗本地人 他们就不敢这么过犯 例如说 可能见到有些年轻 进来去买沐浴露 买其他东西的时候 明知他傻呀傻呀 应该不是买开的 三面孔不知价 每支开贵他10元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当年我也试过 不知道为什么 在同一间药房 我买东西就会贵一些的 然后回到家就被妈妈说了两句 然后隔了几天之后 妈妈再去同一间药房 去买同一样东西的时候 又发现 价钱又有不同 这种情况 我相信大家都见过的 总之就小心点 因为现在的骗徒 我最近在Facebook都见到 又说什么 联络我们 我们帮你拿回那些骗款款项 顺便分享多一个真实的数字 给大家听 正时大家听陈祖新闻 听到这个阿婆被人骗了1000万 那个人被人骗了几百万 网上情愿 其实就算你正常去报警也好 其实香港政府 不是香港政府 香港警方的折金率 其实只有4% 这样说 这么多宗骗案加上 平均每100万 才大概只有4万元 是能够折得到停得住的 所以对于被人骗走了的钱 就不要想那么多 这里绝对不是暗示 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没什么用 因为最现实的情况就是 人家骗徒一收到钱之后 会第一时间进行 国家与国家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转移 令到其他的执法部门 是没有权力去锁住那一笔钱 即我假设了 你香港有不一千万骗回来的 我按键转去美国的时候 对于美国来说 第一 我不说中美关系那些 他对于美国来说 就只是多了一千万 对不对 你香港那里都没立案 你何时才能够追得到 那不去了美国的钱 所以呢 总之被人骗了钱就惨了 还有就不要相信 有追得回的可能性 之前我的朋友 又是傻傻的 又是说什么觉得 被人骗了七万元 可以追得回的 幸好我提醒他 不过我的朋友也是坏的 我帮了他 教完他一轮之后 他现在不理我了 即是过到关之后 就算了 又当我是工具人 去做了 好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